大家好,欢迎收看佳佳娱乐,今天为你带来精彩视频 跟金城一夜激情,金主力捧朱一龙作配 邓轮什么样的背景连朱一龙都怕 每次想知道最近谁最火,巴也只要看看你们的留言就知道了 邓乃伦今年可真是大爆,主演的几部剧接连上新 还因此被网友分为上心浮将 大孙怡因为遇见你和迪力热八一千零一夜 在芒果播出后都有着不错的反响 跟杨子、香蜜即将是卫视网络同步播出 收视率也照样能打 还算新人的邓同学就能取得如此亮眼的成绩 难怪有那么多小花赶着合作呢 关注巴也的应该都知道 邓轮现在正和杨天宝一起拍摄《我的真朋友》 大宝贝的资源自然是不用多说 然而邓轮的出现却被不少网友提出质疑 毕竟这部剧中的男二号可是今年红透半边天的居老师啊 出生茅庐的邓轮何德何能能让朱一龙为他做配角呢 其实邓轮自打出道开始就一直因为逆天的好资源备受质疑 其中富二代论和金主论的呼声最高 有人爆料说邓轮仗着家境好 在片场拍戏的时候很爱耍大牌 然而这个匿名爆料也是很好笑 喝水都要一圈人哄着喝 邓轮果然是生活不能自理 人品究竟如何 这种匿名爆料空口言 当然没有真正的工作人员和吃瓜群众说的话是可信的 八爷之前说过 邓轮的家庭条件确实是不错 但绝对没到富二代这种程度 邓轮说过 自己的父母是军人 但因此就说他是红二代 更是太牵强了 据来自石家庄的网友爆料 邓轮的妈妈是邓台式的某个银行行长 外公曾在某所大学当任教授 所以与其说家里有钱 倒不如说他是出身于书香门地更靠谱一些 至于金主论那就更不可能了 谁不知道 有金主的都是大田田那种 一出道就自带主角光环的 反观邓轮这几年的演艺经历 他可是演过无数个十几番的小配角 才在这两年拿到了主角剧本 而且这个过程看似简单 实际却包含了邓轮在背后的努力 邓轮的努力也让他得到很多业内人士的赞赏 有不少角色都是圈里的朋友给他推荐的 除了自己的努力 邓轮的好资源肯定也有公司力捧的原因了 虽然在邓轮的资料里写了自己开了工作室 但他真正的老板其实是龚玉涵 龚玉涵的浩瀚星盘是专门负责给各大影视剧选角的传媒公司 而且他又是一个心力老板之一 有这样的背景邓轮自然是不缺好角色和好剧本 不过邓轮一开始可是没有这样的好运气 险些成为全网黑的邓轮 在经历耍大牌 不敬业 没素质 渣男等黑料洗礼过后 才有如今的缺粉无数的续缝 刚一出道 邓轮就被爆出扎戏的新闻 第三部戏 根据开机时间看 的确是撞档了 毕竟 自从大秘密因为扎戏而被电影大导封杀后 这个词就跟不敬业画上等号 话虽如此 可在八爷重新查看了这三部剧的拍摄时间 却发现 毕业季7月份就杀青了 因为遇见你 邓轮是在8月份杀青的 剧组是9月 进组拍楚桥是在8月末 根据时间线看 所谓的扎戏 只是这几部戏衔尖很紧而已 而且看这几部剧 邓轮的完成度虽然说不上经验 但起码不是某些扎戏演员的僵尸脸无表情 况且拍戏也不是让演员必须在剧组从头呆到尾 拍完自己的戏份是可以提前杀青离祖的 也正是在16年高产三部剧 让17年成为邓轮年 尤其是欢乐颂和楚桥传 这两部大火热剧播出后 邓轮虽然不是主角 也因为角色比较讨好而人气大涨 随着关注的人却来越多 大家自然免不了开始好奇邓轮的私人八卦了 然后就出现了非常戏剧性的场面 不少人才刚刚知道邓轮的女朋友是金晨 然后两人就分手了 网友先是翻出一组 16年狗仔拍到邓轮金晨约会的照片 却发现那个对小山竹一脸宠溺的邓轮 在镜头里居然素质低下 品行恶劣 烟头乱扔随地吐痰 当街摸囤这一套动作 邓轮简直是行云流水 一气呵成啊 虽然邓轮在被刚拍到 就在微博上发了道歉 但是也没能平息到网友的愤怒 一直到现在 每每有人问起邓轮黑历史时 这一段是免不了要被提起的不堪过去 这儿还没完 原本大家看了金晨和邓轮的微博 以为两人是和平分手的 可没过多久 金晨就突然在微博发难 嘲讽邓轮买水军跑错了场子 金晨的微博底下留言却是夸邓轮的 加上邓轮在随后的采访中 被问起金晨时 又爆出了黑人问号丢话筒走人的新闻 眼看邓轮好不容易积累下来的好形象 就要毁于一旦了 这几条单独拎出来一条 对于流量明星那可是致命伤啊 这里就不得不夸一下邓轮的应急公关能力 当这么多黑料爆出时 邓轮很聪明的选择了冷处理 不做任何回应 让热度自动消退 然而随后就有不少邓轮粉丝 为了给爱豆证明而名真附体 发出了各种蛛丝马迹 而最后推理的结果就是 绯闻爆出和平分手是由金晨一手策划的 金晨和邓轮在一起时 金晨因为有五星法师和女一名非传加持 名气要比邓轮大一些 16年8月爆出绯闻时 金晨正跟自己的经纪公司唐人闹解约 要知道明星想转签别家 一般都是由新东家出钱把自己买过去 金晨想让自己被别家公司相中 故意利用绯闻给自己制造话题和热度也是情理之中 尤其是从照片的角度来看 金晨的确很像在看镜头 毕竟在16年的时候 金晨和邓轮还都属于小透明的18线咖 卓狗仔可是一个无力不起早的人 所以很大几率就是当事人之一叫他过去拍的 而邓轮又是抽烟又是土坛 当然不可能自己花钱买黑 所以如此看来 金晨的嫌疑的确很大 再加上金晨向来都是个有故事的女同学 拍《无心法师》时 为了出名《美少炒作》和《韩东军》的绯闻 一开始是为了炒作 后来动了真感情的确在一起过 万花丛中过的王大陆也在金晨这栽过 人家王大陆当时明明追的是另一位女演员 被拒绝后 他请了很多在横店拍戏的女演员吃饭 结果就只有金晨被拍到了 这一段绯闻也被王大陆的粉丝证实过 是金晨找狗仔去拍的 以前邓伦不红的时候探过班 邓伦刚要有红的迹象 就马不停蹄的跑去搏板面 两家粉丝的互相指责 让这场分手最终变得难看这几 也让很多CP粉丝感到惋惜 毕竟两人在一起时是真的很甜 邓伦为金晨写陈书 金晨被张天爱截胡 邓伦也会站在女票身后为他加油打气 甚至八爷还看到过这样一个有点色却很甜的猛料 为了求证八爷特地去看了一下邓伦这几天的行程 这是节目里的照片 所以邓伦那张到底是不是大礼就需要咱们家的宝贝来鉴定了 不论是因为金晨一心想要炒作上位 还是邓伦红了就甩 曾经那么甜的感情究竟是缩散就散了 邓伦的说法 金晨的说法 邓伦的陈书只更新到了去年四月末 而金晨分手微博也在去年六一发布了 虽说之前曾经闹出过邓伦在节目上 把马思纯的名字错喊成金晨的昵称 这种让人想如飞飞的复合迹象 但看两家粉丝的态度 这种想法也只能是想想了 分手之后的邓伦虽然也传出过不少绯闻 但是只是同公司的捆绑炒作 另一个也只是作为同剧演员为戏宣传 虽然现在对邓伦和杨子的呼声很高 但已经走上正轨处在事业上升期的邓伦 短期内恐怕都不会再有恋爱的心思了 如今将精力都放在事业上的邓伦 稳在hold住杰克苏 武能证据挑大梁 在这个从不缺流量鲜肉的娱乐圈 啃下功夫磨演技 细路广泛又不缺流量的邓伦 或许他永远都成不了最红的那一个 但他一定是经得起大浪掏杀 留到最后的一个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儿 更多精彩资讯在家家娱乐 敬请关注哦